今次好了 團結香港基金提供一些機會 給一群年青人去擴闊視野 亦都可以接觸到商界一些人士 去了解香港的實況和一些機遇 現在是非常困難的時期 上流的機會亦都是合責 所以這群年青人透過這個program 能夠知道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 讓他們好好把握機遇 這個program是很值得鼓勵 亦希望可以一路延續下去 亦有更多的年青人可以參與這個program 我想他們是充滿期待 但是在這個疫情裏面 都是有點擔憂的感覺 未來亦都是不明朗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經驗 和人生的動力非常充足 我覺得他們是能夠衝破這些困難 我們透過這個模組 其實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除了讓大家認識到不同的趨勢改變了之外 另外也希望令到這個模組 參與的委員會明白到 其實這些所謂的危其實都可以是機 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機遇 譬如Carman Change 其實帶動整個再生能源業的發展 或者是人口老化 其實一些比較熟齡老齡的產業 可能健身 或者是一些他們的醫療服務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社會上的機遇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模組 除了大家知道我們面對很多問題之外 亦都可以掌握一個叫轉型危機的能力 就是可以視這些挑戰 視人生裏面的一些挑戰 視現在的困境 為一些其實我們可以轉化為一些機遇的可能 可能我們有新的產業 新的一些科技 新的一些趨勢發展 希望大家學習了這些知識之後 將來可能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尋找機會 設計自己的career path的時候 可以眼界更加闊 可以想到更多的機遇 亦都未必希望對這個社會 或者這個世界是這麼絕望 而是真的有些希望